千万不要弄脏女人的高跟鞋 尤其是红海 蓝一空姐就是因为 采葬了红一空姐的高跟鞋 红一空姐瞬间变脸 将其处理成行李箱能装下的大小 山村老师很多人都看过 那么山村老师第四部非常凶结 你看过没 男主角小强是一个编剧 他和好友阿翔都是单身 两人每晚相约酒吧找人聊天 这天小强运气不错 他认识了空姐苹果 两人一见钟情 成为男女朋友以后 小强才知道苹果的父亲是 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九闻龙 龙哥虽然对小强不是很满意 但女儿喜欢他也不反对 当天就给小强上了家规 如果敢对不起苹果 轮椅将会是他最终的归宿 自从小强和苹果在一起后 夜长酒吧那是彻底再见了 而且他不敢反驳苹果 作为龙哥的女儿 苹果情是风格向来很辣 小强一度感到压力很大 可是这一天晚上 小强对面搬了一个女邻居 此女红衣红纯红海 就是笑得有点假 她叫尤力 是麻袋妹 职业空姐 尤力一直强调她是空姐 因为她很喜欢这个职业 由于对面搬了一个空姐邻居 苹果担心小强不争 于是拿出前男友的照片给小强看 前男友因为对不起苹果 余生只能在轮椅上过活 小强作为一个合格的渣男 当然不甘心 此生只能和苹果在一起 苹果要出差了 好多天才能回来 快要憋疯了的小强 约上好友阿强去酒吧嗨皮 今晚上他们可没那么好的运气 酒吧没杀人 谁知回到家的小强 突然想起对面新搬来的空姐游丽 他壮着胆子去游丽家套近乎 可是一身红衣的游丽一点也不做作 毫无悬念 妈小强度过了一个枪林淡雨的夜晚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小强更是各种嗨皮 自由的感觉太好了 可是好景不长 苹果回来了 两人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会 红衣游丽突然端着一盆水出来了 他要擦小强家的地板 小强从没想过 苹果和游丽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有这样一个女人 打他骂他都可以 但是不能弄脏他的鞋 龙哥曾警告小强 若是做了对不起苹果的事 肯定会给他一刀两断 好在龙哥并不是不讲理之人 他给了小强一次机会 但是空姐游丽却没有放过小强的意思 当天晚上游丽着上门来 夜里的游丽格外的美 小强没有赶走他 游丽用口红给小强的肚子上画了个飞机 然后突然拿起一旁的模型 狠狠地扎向小强 背这么一下 小强醒了 游丽像是没出现过似的 可是小强掀开衣服一看 他的肚子上 果然有一个用口红画的飞机 第二天 小强赶紧给游丽的公司打电话询问 但是对方却说 差无此人 而且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他们 是不可能起游丽这个名字的 因为游丽的意思是 冤鬼 很快 女友苹果飞完回家 又撞见了游丽 游丽像是非要和苹果抢小强似的 他跟着苹果 不管苹果是打还是骂 游丽一直黑黑傻笑 直到苹果不小心踩到了游丽的鞋 游丽变脸了 他杀了苹果 将其塞进卫生间 刚牵领完现场 小强和肥哥就来了 龙哥以为小强不听话 对小强一顿好打 至于游丽 龙哥劝他以后不要再缠着小强 但是游丽只是黑黑傻笑 还对龙哥动手动脚 龙哥一把年纪了 那里受得了这种刺激 他抱作一顿游丽 起初游丽便没有还手 直到龙哥踩到了游丽的鞋子 游丽又发疯了 他一个人直接涂了龙哥所有人 眼看小强也要惨遭毒手 游丽停下了 因为小强无意中穿了飞行员的衣服 小强看出游丽对飞行员机长之类的身份很敬畏 于是吓唬游丽 这才夺过一劫 男人只是不小心把汗水滴在了女人的红色高跟鞋上 女人竟然要了她的命 龙哥无缘无故失踪 小弟当然要找小强的麻烦 游丽同样也没打算放过小强 这天游丽去追小强的路上 遇见了小强好友阿祥 阿祥甩了一把汗水 这汗刚好脏了游丽的鞋子 这下倒好 游丽也不追了 直接去找阿祥的麻烦 阿祥还以为他终于找到女友了 又难得想到 这姑娘是一尊死神呢 至于游丽的身份 小强在游丽的破屋里找到了 游丽当年进行空姐考试没考上 原因是他怕高 空姐是游丽的梦想 是他的执念 做不成空姐对他刺激很大 时间久了 整个人就不正常了 用游丽的话来说 可以打他骂他 但是不能脏了他的制服 接见小强 其实是想接见空姐苹果 苹果没了 也是时候结束了 游丽前面能涂了龙哥 整个帮派 他的功夫可是相当厉害的 细胳膊细腿的小强 面对游丽 自然是毫无招架之力 游丽唯一的弱点是怕高 小强跑到天桥 利用游丽喜欢看飞机 和怕高的弱点 一脚给他踢了下去 时间是了 小强也疯了 住进了青山疯人院 作为一个合格且优秀的编剧 小强最大的爱好 仍然是写稿 片名 非常凶姐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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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